驻马来西亚代表处在吉隆坡JW万豪酒店 举行中华民国104年国庆晚宴 让身在大马的朝邦们 也能共同感受国家重要庆典的喜庆气氛 魏巢内挂满了中华民国国旗 以及大型双十冰雕 驻马来西亚代表处举行中华民国104年国庆晚宴 都为大马正商名流纷纷出席 与驻马来西亚代表张继平惹若交流 晚会在演奏中华民国和马来西亚国歌之后开始 张继平代表致辞 肯定台马之间紧密的贸易关系 台湾是马来西亚第四大外资投资国 也是第八大贸易处伴 穿过贸易金额高达174亿美元 马来西亚留学台湾的人数更是9年攀升 现在有超过一万三千名大马学生在台湾求学 现场最受到瞩目的就是 台马两地丰盛的美食 来自台湾的鼎泰峰师傅 在现场手工制作针角小面包 让所有来宾都打开眼界 纷纷忍不住开口品尝 另外还有金车格马兰威士忌 美食配上美酒气氛热闹欢腾 当晚共有多达千位贵宾出席 大家一起齐声祝福 祝和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台湾宏观电视欧师尾 马来西亚吉隆坡采访报导